今天呢我又收集了几张图片啊 就是教给大家如何从这个叶片上判断植物得了什么问题 第一个呢是被虫子咬过的那种感觉 可能的话不太理解啊 我没有看到虫子 因为大部分的话我呢都喜欢开着窗养花 或者说在自己的那种露台上面 飘窗上面 这种呢一般都是采花大盗啊 它来了就吃 吃了就走 你也找不着它 有的话说我怎么样去治疗这种东西呢 怎么样去预防呢 如果说不严重的话就可以不当回事 如果说很严重的话呢 你可以造一个沙网 就像蚊帐一样去隔离一下 或者说呢提前沾一些个黄板啊 没睡的时候去适当的喷一些个内息型的药物啊 进来预防都是可以的 好吗 初宝 那下一个呢也同样啊会遇到这种情况 你大家可以看到一般都是在叶子的背面比较明显 这种也是被虫子弄过 弄过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细胞壁啊 因为本身虫子它是携带一些病原体和病菌的 它只要吃过的地方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腐烂 或许像是在大治安界里面 当虫子刺破你这个植物的这个叶片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个细菌的感染 它都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 也不排除一些个病菌类的 因为你像外面会肥溅一些病菌啊 再加上叶子本身都会有一些叶孔啊 它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感染 一般这种呢就是病重害不严重还是那句话 不严重可以不用管因为野生 是吧 它有一个自然的生态 虫子和病菌也是需要生存的 它是一个自然生态 你不要感觉精益求精 只要给你长得 总体看过去很好 这马马虎虎只要能过去 养花就这样 跟生活一样得过且过对吧 下一个呢 这个就是一些黑斑病了 这个一般呢 就是月季上面出现的比较多 都是水大缺光通风擦 这是病菌类的一个感染 好多的话我不理解 我之前的时候跟花儿们说 我这个植物离开光照是不能活的 跟那话说你看那个蘑菇 蘑菇就是真菌类的了 就是病菌类的 但是他那个叫真菌 他不能说病菌 因为好多话都吃蘑菇 这就真菌类的 常见的真菌 像蘑菇啊木耳啊 包括灵芝啊 还有日常他们得的一些病 你比方说狡气啊 这种一般都是阴暗潮湿啊 没热不通风才会支撑 好吧 这种就是 咱们一定要加强一下光照 你比方说就是月季花来说的话 那下一个的话呢 这个都可以看到 这也是典型的一个虫害 这就被虫子吃过 吃过以后呢 还是那句话 被感染了 因为他本身携带一些毒性啊 本身携带一些病软体啊 包括一些给他咬破了以后 大自然啊都会这样 而且呢 这植物出现了一个预伤组织 也就是结痂了 但是叶片不好的话 如果不影响整体可以减掉 如果不影响的话 你可以不用管它 好吧 养花就这样 下一个花友发过来呢 又是一个绣球 像这种呢 就不是虫子了 一般都是溅水啊 飞溅啊 像这种呢 你可以看到总体的叶片呢 是比较黄 这就是自身的一个抵抗力太差了 叶片的叶绿素缺失 叶片变得脆和薄 稍微飞溅一点水 是吧 稍微带一点病菌 它都特别容易入侵 说白了跟人一样 这抵抗力差 那抵抗力很差的 稍微一刮之风又感冒流鼻涕 它也一个道理 这就咱们日常养护的时候 这就营养不充分 免疫力抵抗力不够的一个事了 好吧 这种都是由于自身的一个原因 好了 这几个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去区分一些叶片的一些病害啊 希望我们在养花的过程当中呢 会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轻松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大一 感觉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